小那八作为我家最大的屋猛 那可是起到了老大哥般的代头作用 哎 眼子没口径 比如他吃断奶凉 其他小的就跟他吃断奶凉 比如他会站着 其他小的就跟他站着 就他真的在教这些小的一些非常有用的生存技能 但是坏的也教 就比如他睡觉 都跟着我那八哥睡这个水盆里 甚至还睡便盆里 就比如他拉屎 那小的之前有学会在便盆里拉的 后来让他搅的全在角落里随地打小便 孙子还要把墙上捂的 这个是公的 这个是捂的 这个是尿尿